在明清时期,当时的很多帝王都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,像是清代有名的四弟、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与佛教有很深的因缘。 在这其中,乾隆就游号喇嘛教,而且还不只是一般的信奉,还会亲身修炼秘法。 所以在当时,皇宫的密宗佛堂中就有着大量的密宗造像。 在世俗的眼中,皇宫中的喇嘛教佛堂极为神秘,它的神秘在于神秘的密宗。 而在这些密宗的佛像中,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男女合抱的双身佛,也就是俗称的欢喜佛。 这些密宗所供奉的欢喜佛更是充满着神秘色彩。 像是在慈宁宫中有个宝箱楼,楼内就共有大量的欢喜佛。 在皇帝的热和行宫内,也少不了有欢喜佛。 据乾清宫词中记载,热和行宫名避暑山庄内有同殿一所, 皆主经同为之,内藏同佛百余尊,皆裸形密系图也,静态机言。 对于这些裸形密系,静态机言的欢喜佛, 他们也是被受到正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人们,视为是淫秽不雅的象征。 然而,这种甚为不雅的欢喜佛,也叫欢喜天,大圣欢喜天。 梵文的意思就是欢喜或无碍,是降服邪魔,取得胜利的意思,并非指男女之乐。 关于欢喜佛的来历,其最初的原型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一位像头人参神皮纳叶家。 他是师婆和雪山神女的儿子。 在雪山神女为儿子举行诞辰庆典时,被土星神沙尼用木光割掉了婴儿的头。 后师婆守梵天指引,派自己最忠实的仆人南丁寻找面朝北活物的头。 南丁就一路寻找,来到了天国都城,一眼就看中了天地殷陀罗的坐骑大象,正是面朝北站在城门口。 南丁见状,立刻挥剑砍去,经过一番战斗,终于割下了巷头。 师婆便将巷头安在了儿子的头上,皮纳叶家就复活了。 这些就是古印度史诗中的说法。 到了印度教,皮纳叶家就被奉为了智慧神,因为他统帅着一群善于捣乱的小神,又被称为群主。 当到了密宗中,皮纳叶家则变成了性格暴力,危害世界的恶神,人称大荒神。 为了调伏他的暴力,观音菩萨就化身成皮纳叶家女神,前往其住所与其拥抱相和。 大荒神得到满足,顿时欢喜,表示皈依佛法,今后不再作恶,成为欢喜佛。 则如今所说,应以妇女身,得度者,极限妇女身而为说法。 这在密宗中也叫调伏,乐空双运。 显宗佛教是严禁色域的,将其列为五界之一。 而密宗则不同,认为女性是供养物,她们是佛菩萨的化身而来。 用色域来调伏那些障碍修法的魔障和无名,然后将其引渡到佛国。 这种自性静的高级境界,就是密法修习的最高阶段,无上瑜伽的乐空双运。 这种利用女性作为修行伙伴,进行乐空双运的男女双身修法, 要求修法者在男女的大欢乐中误得空性,以欲治愈,遗染而达境。 所以,修习密宗的最高果位,无上瑜伽时,必须男女双修,并特别强调异性的催动。 而对于欢喜佛的双身裸体,还有一层意思,就是象征无牵无挂,一尘不染,脱离了尘垢凡界。 双体拥抱,男者代表智慧,女者代表禅定。 密宗认为,从初学到成佛,必须要止观双修,止就是禅定,观即智慧。 有些就把二者,比作车之双文,鸟之双义,缺一不可。 男女双宝合体体现了智慧与方法双成,所谓卑之相合,男女相合,为一完人。 圆满具足,修正所得,业障催破,使以大欢喜。 这种双身法,属于是密宗修习的最高阶段。 所以对于一般的广大僧人来说,是与此无缘的。 当这种密宗的无上瑜伽双修法,到了明清皇宫中,就开始走样了。 被视为是帝王或太子在大婚前直观的教学工具。 相比于经常看到显宗中的那些,形象端庄,神态肃穆的说教佛像。 在密宗中的佛像,大多数都是形象怪异,神情凶恶,多是牛头马面,多头多手多足的愤怒像。 和显宗的说教相比,密宗的佛像则更多为预言像,也就是说有着某种寓意和象征的意思。 像是欢喜佛,它就有单体和双体两种。 单体的名为大威德金刚,也叫大威德明王。 有九个头,在左右肩下各伸出十八只手,左右两胯下也是各十八只腿,在脚下踩着符卧在地上的金牛和头戴金罐的少年男女。 据传说,大威德金刚是弥勒佛的化身,为了保护佛教在同一教徒进行斗争的时候,用极其凶猛的手段向敌人发动攻击。 他脚下踩着的金牛和男女就是他所俘获的异教徒,所以这里称大威德金刚为欢喜佛。 其欢喜二字并非是男女之间的欢喜,而是指用大无畏和大愤怒的气概,用凶猛的力量和残忍的手段战胜异教徒后而从内心发出的喜悦。 对于双身的欢喜佛,种类有很多,其象征意义也是多种多样。 像是圣乐金刚,就有四脸,分别为白黄红蓝,每张脸有三目,共十二臂。 主臂拥护名妃,金刚骇母,右脚踏一副手趴身的恐怖男人,左脚踏一仰面躺身的女人。 圣乐金刚站在莲花座上,以为高出无常的世界。 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,莲花之上有太阳,象征新的光明境界。 每张脸的寓意也不同,白脸,喜灾,黄脸,增意,红脸,敬爱,蓝脸,相符。 她的身体用五十个人头和人骨念珠为装饰,代表着梵门的五十个字母和全部经典。 十二只手臂代表十二真理,手中拿着的各种武器表示作恶和无名都被毁灭。 右腿伸着表示教义传不开了,左腿弯着表示快乐献出已被接受。 两条腿有代表方法和智慧,右脚踩着恐怖者表示相服了愤怒,左脚踩着仰面女表示相服了色欲。 雍职的名非金刚骇母,右手持月行道,杀死一切恶者并勾住善者。 人骨念珠的装饰象征六度,六种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和途径。 无论单体或双体的欢喜佛都表示降服妖魔,取得大胜利的预言佛像。 双体相报的男性代表方法,女性代表智慧,所代表的就是方法与智慧相结合。 欢喜佛只有密宗中才有,也只有密宗的佛教寺庙中才会供奉。 其造型充满了神秘和奥妙,也是极为复杂而又颇具哲理的一种文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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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达 来自明白 至今的一部分。